留下,火箭不会送走15分四柱三板强远,NBA休赛期仍在继续,各支球队仍在积极进行小修小谱工作,力争新赛季作队战绩更上一层楼,前段时间,火箭队的二换二大交易送走八千万先生安德森,成为了关注的焦点,而随后关于新元奈克的去留问题同样值得关注。 此前,外界猜测火箭队将会用延伸条款,裁掉新元布兰登奈特,球队此举将会减少薪金加奢侈税和积2733万美元的支出,而近来,球队为了增加阵容深度,管理层已经证实了不会送走这位伤病缠身的一届后卫,新赛季将以保罗的替身登场。 球队GM莫雷今天在接受采访时候也高度评价了新元,显而易见,留下奈特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,奈特时一位出色的三分射手,克里斯的运动能力,将很好的扮演篮下终结者,他们在得帅的体系下将最优化。 莫雷受访时候说道,但值得一提的是,目前球队空位线上,已经有了保罗和麦恰威,在保罗占据大量出场时间的情况下,留给奈特和麦恰威的出场时间并不是很多,指引生涯至今六个赛季,奈特和季出战382场比赛,场均可贡献15.2分4.3助攻3.3篮板0.9抢断的数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